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 是聖马道中途圣史的庆日 而离二年今年就读马尔谷福音的内容 所以今天很有意思 藉着这位圣人这位中途从他的角度 帮我们了解 特别了解到天与圣言和我们的关系 实际上天与圣言是我们抗疫中的希望 也都是我们每日生活信心和力量的传越 以我们细心聆听上主 藉着马尔谷福音第九章和我们讲话 那时候耶稣从葛法庸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岁关那里坐着 名叫马尔对他说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里坐植时 有许多岁里和罪人也来 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植 法利西人看见就对他的门道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随你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喜欢人爱 胜过制宪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照义人 而是来照罪人 马尔呢 他说为当时的社会被人轻视 甚至被人放弃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身为犹太人 竟然为占领巴勒斯坦地的罗马帝国服务 向自己的同胞征收这个税罕 所以被当时的人轻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 而马尔当然也明白到 他所做的职业 是出卖了自己的同胞 服务外邦人来征服自己的同胞 所以虽然当然是这样 但耶稣仍然召叫他 而马斗也都愿意舍起一切 跟随耶稣 这个可以说是马斗的自我醒觉 使他能够迅速地回应天主的爱 他知道自己的过去的罪过 他每日都面对着同胞 那种鄙视的眼光 或者尖酸刻薄的说话 或者他好像其他帅女一样 射信真的曾经多收一些帅行 他中饱私落 去压制其他的同胞 不奇怪的 会的 但是他心底里面其实需要 需要有人理解 需要有人明白 他需要一位救世主 我们可以想象 马斗听到耶稣这些说话的时候 那种喜乐 和充满希望 耶稣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祝福 天主旺旺旺在我们 仲是罪人的时间 就召叫了我们 马斗就知道 在灵性上他患了重病 这种自我意识 使他能够愿意放弃救我 而追随基督 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医好他 当马斗了解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他能够有力量去放弃 他所真爱的财产 追随耶稣 正如我们一样 当我们祈求天主的时候 圣神不单止 帮我们看到我们所犯的罪过 他都会亲自安慰我们 带领我们走 这个伟大的治愈者耶稣基督 去到他的面前 得到他的医治 所以说到这个自我醒觉 这个很重要 曾经有三个人一起 住在一个旅馆里面 早上出名的时间 第一个人就戴把傘 第二个人就戴一个拐掌 第三个人什么都没戴 到晚上回来的时间 拿着雨傘的人 他淋湿了他的衣服 戴拐掌的人 他曾经跌倒 全身都是泥 反而两手空空 第三者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第一个和第二个人 就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他说 下雨的时候 我明知会下雨 所以我就打开一把傘 在雨中行走 那件衣服都濕了一点 而在泥拌难下的地方 由于我没有拐掌 所以我都很小心慢慢走 我没有跌到 而第二个呢 他说下雨的时间 因为我没有遮掌 我就在一些有屋时的地方 走 或者停下来 有泥拌的地方 因为我有拐掌 所以我可以走 不过不小心都跌下了 第三个我听了之后就在那里笑 他说下雨的时间 我就躲在一些有瓦遮头的地方 慢慢走 而那些路不好的地方 我就很小心慢慢走 所以也没有突破 也没有跌下 所以可能你们有一种的优势 有遮掌 所以有时都未必小心 反而会淋出 或者以为有拐掌 就安全或者跌出 原来当我们人 以为自己有能力 自为事的时间 其实很容易会迷失方向 或者会跌倒 但当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时间 反而我们会很珍惜 很谨慎去生活 所以我们其实上主 给我们有这份自知之命 我们一起祈祷 人慈的上主 你人慈地描损了圣马道中途 所以他能够由衰利 而成为了中途 你帮助能够借他的教导 和代讨 忠诚地跟随基督 一心孝爱你 和侍奉你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皇 阿玛 我们知道 《马六福音》 是《四福福音》里面 最长的 有28章 第一章 和最后的事 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息 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不论我们 临着也好 跌着也好 或者软弱也好 不用怕 天主时都与我们同在 怀着这份信心 我们开始生的一日 我们活好今天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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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